好 完整插播最新消息了 空軍六連隊一架E2K預警機遭上實施例行訓練任務 突然發生了故障意外 緊急降落在平北機場的跑道上 那目前還在處理當中 不過到底為什麼會突然發生故障 還要等待軍方說明 不過好在目前經過了解並沒有人員傷亡 現場最新狀況馬上連接接許惠美告訴大家 惠美 好了 主播這個迫降的這個狀況呢 是發生在早上11點多的左右 這個是這個空軍六連隊一架E2K的預警機 它早上9點多的時候呢 是來進行操演的科目的起落任務哦 大概在11點12分的時候降落時 因為這個起落架發生了異常 導致於基附的著地人衝出了跑道 基尾因為金屬的摩擦起火了 不過呢 火勢在現場的時候 馬上就已經立即撲滅了 基礎人員11點25分的時候 是從這個機上撤出的 目前沒有人員因此受傷 不過到底為什麼這個起落架 會發生這樣的一個故障的意外 導致這個迫降的一個狀況發生 還需要專業的單位來進行相關的調查 所幸呢 機上的人員都是平安的 以上是我們講完到最新狀況 現在鏡頭 交響捧妹 再次回到最新狀況發生了 再次回到最新狀況發生了 再次回到最新狀況發生了